在报华裔马公司案丑闻之后 华裔富商刘特佐行踪成迷 如今更爆出他曾经申请地中海国家塞浦鲁斯的护照 根据塞浦鲁斯政治日报报道 刘特佐是透过全球护照和公民权供应商获取护照 他更在塞浦鲁斯购买了价值500万欧元 麻痹超过2000万令吉的豪华别墅 分析认为这名富豪亦早就为潜逃铺好道路 沙拉越报告引述塞浦鲁斯当地报章 政治日报报道说 刘特佐在2015年9月到塞浦鲁斯 在当地法马古斯塔投资户业 并通过投资户业在两天内获得公民身份和护照 所以他可以在中东和欧洲国家自由出入境 报道表示 刘特佐是通过全球一家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 获得当地护照 同时 刘特佐也委托该公司 为他取得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 报道也指出 在2015年9月23号 刘特佐通过有关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 以500万欧元 大约2325万令吉的价格 在塞浦鲁斯东部的阿伊纳帕 购买了一座还没竣工的别墅 并在两个月内完成交付 不过该报道没有详细说明 刘特佐是否曾回到塞浦路斯 是否曾使用该护照或是居住在有关的豪宅 截至目前相关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 并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MTV7综合报道